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处众时 任意说话会有伤害别人的情况 所以讲话时要观察自己在说什么 独处时 心会胡思乱想 所以要观察自己的心 以前有格西在修正知正念时 在墙上贴了不要分心 当看到墙上的字时就把自己的心抓回来 也有噶当派的上师在闭关时 会在官房之外再加小时围绕闪圈 意思是为求今生安乐的心到此为止 是是追求轮回的心到此为止 追求我爱的心到此为止 以此发起大乘发心 要了解如何修正知正念 可以去看入行论正知品 了解坐上与坐间要如何修 入行论说得很好 当我们去逛世级时 可能没买什么东西 倒是带回二十多个贪心 因此要想 这些东西无法带给我们最究竟的满足 他们也是无常的 刹挪坏面的等 如此一来就算看到好看的 听到好听的 也不会过于贪拙 虽然教界要以正知正念设行 十一柱行都依法而行 是很困难的事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发心 发愿 自己也可以这样去行 最好的发心是要为众生成佛的念头 接着是想出离生死的念头 最低限度的清静发心 是指追求来生安乐的心 一旦发起最健康的心 菩提心 我们的内心便会获得满足 平安 原先制造苦的心 便转化为创造安乐 凡是设身处地地 都为他人照相 来增长自己的慈悲心 凡是不为自己的利害得失着想 努力开发自己的智慧心 为了个人的利益 应当少欲知足 安自己的心 为了众生的福利 要尽心尽力 安他人的心 如果不以慈悲心 利他心来修持 不仅没有利益 反而会造成伤害 这不是法门的过失 而是修行人 没有适当的发心 发愿 用错误的态度 修持所造成 要完整菩提心 首先要具备慈心与悲心 慈心就好像一位慈悲的母亲 因为夜报的关系 可能不是每个孩子 都碰到好的母亲 不过可以先这么想 一位好的母亲 一定对孩子是慈爱的 关爱的 为了孩子幸福快乐 无在乎身体的辛劳 甚至牺牲性命 也要拼命为孩子获得受用之材 然而众生因夜报所感 如果碰到不好的母亲 除了无理由打骂孩子以外 可能也甚少关爱孩子 就如这个比喻 我们经历累劫转世以来 如虚空般的无尽众生 没有一个不曾做过我们的母亲 一些过去曾经是母亲 一些现在正是父母 一些未来即将是父母 一切众生三十都是父母 因此我们应对这三十为父母的等虚空众生 生起若都能获得快乐 这种无造作的想法 甚至为了众生真正获得快乐 将自己身体 以至三十所造一切善业 为了利益如母的一切众生而回向 这种将善业 这种将善业静回向给众生 获得福乐的思想行为 即是磁心 将这样的发心不断增长 直到有一日 磁心便能成为磁无量心 就像母亲非常爱着孩子 甚至孩子有错误也看不到 总想着 我的孩子是最好的一样 当你具有磁无量心时 便不会见到众生的错误、磨坏 只见到众生的功德 这样善心极会生起 若有这样的心 就算众生迫害我们 欺负我们 就像孩子对父母出言不逊 父母也不会真的打骂孩子 同理 具有无量磁心的人 不会反击众生 并能将逆境转为磁心的修持 成为转恶元 为菩提道的修持 因此 无论是父母、亲人或朋友、眷属 不管困难苦乐如何发生 便能互相帮助、互相利益 因为一切众生无一 不是我们的父母、亲人、朋友 所以让他们都幸福快乐 并且用方法使他们幸福快乐 是很重要的 这是修习磁心的正面方法 反面方法 我们知道磁心的反面即是成心 也是与扇叶相违背的 成心就像火 一旦燃烧 所有扇法都会烧尽 因此古燕即有火烧功德令之余 称心如火 这道理不可不知 金云就算贪欲如山高 一刹那的称心也比之力量更大 所以若要问磁心要如何升起 答案是 就像爱自己孩子一样的 去爱一切众生 有人说我们要是一时无缺 工作无虑 当然就能升起 当然就能升起磁心啊 事实上磁心并非如此 磁心是要无分别的对众生慈爱 但是一开始要无分别的对众生慈爱 其实不容易 所以首先要从父母 喜爱的人 亲近的人 自己容易升起磁心的对象练习 渐渐的就范围越来越大 心也越熟练 而渐渐能升起大磁心 这是磁心的练习 再说到悲心 也有正面反面两种 悲心是什么 就是希望众生都脱离痛苦的心 即是悲心 悲心是医治着一些不愿意的静 比如说会令人难过的静 会使人产生悲心 但是这样的悲心 并不是嘴上说的悲心 而是由心底生起的悲悲 有个故事是说 或许有位修行者 抓着一只山羊要拉去宰杀 想要供养肉的会供 他抓着山羊的胡子拉着走 山羊就哀嚎地叫 一旁的铃人看到了 这个行者就赶快解释 这只羊的胡子太长了 不割掉一些 他不能吃草 他嘴上说得好像很有悲心的话 但心中却盘算着要杀这只羊 这种就是口是心非的悲心 所以悲心就是不光只是嘴上说 要能真正舍弃那只为自己着想的自私心 过去西藏对于那些老牛老马 那真是只有被杀的份 一些人心想 可怜了 这么老了 把他杀了吧 心中像是有悲心 但却做着伤害悟命的行为 这是不对的 悲心 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才是最重要的 有偏师 有偏师即不成为慈悲 就好像一般人只对自己的孩子亲人好 对别人就去欺武欺骗 这就是偏师不是菩萨的行词 有偏师即不成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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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宜兰大飞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栽法义共募福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佛教慈悲至业 基金会南投分会 新春起见护国祈福法会 恭送大吉大乘十轮经 祈愿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众生安乐 与法自信 日期112年2月20日 星期一至2月24日 星期五共五天 时间每日下午1点至4点 每天恭送十轮经二品 恭请常驻法师领重 圆满日112年2月25日 星期六 上午9点礼聘革西修法 下午1点 释放艳口 恭请天成法师祖法 欢迎四中弟子 一起为世界 为台湾 共同独送祈福 地点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南投分会 地址 南投县 草层镇中正路254号-86-4 电话 南投分会 049-256-1321 049-256-1321 草层分会 049-231-5999 049-231-5999 法会期间每天点灯 落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 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勿命的方式来推广救护生命 只要是护持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护持功德书胜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述往无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摩赫波哲波罗蜜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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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